他很小 三歲的時候就看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怎麼去照顧他的爺爺奶奶呢 就是他對他的爺爺奶奶吃飯的時候就是這樣 吃飯家裡一桌 爺爺奶奶因為很髒 很臭 所以他就把飯才教 然後就丟給他 你到角落去吃 就像餵狗一樣 然後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髒 很臭 那他覺得跟全家人吃飯就沒有面子 所以尤其是他們家有客人來的時候 客人來的時候他就把爸爸媽媽都趕到房間去吃飯 不讓他們出來見客人 那他們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呢 就每一次就用那個碗 那個鐵 那個銅的 對不起 陶瓷的碗 那碗就把菜跟飯 湯攪一攪就給他 那常常用 常常用就不小心缺了一個口 缺了口以後等到他爸爸媽媽過世以後 對不對 住在商場儀式過完以後 他們就回來吃飯 吃完飯以後呢 他的兒子長大了以後就跑過去 就把那個碗拿起來 那兒子就 他爸爸就問他 兒子你要做什麼 他說你給阿公吃啊 我等你老的時候我給你吃這個碗啊 他當然嚇了一跳 就是說你怎樣對你的爸爸媽媽 其實將來你的祖先 孩子啊 子孫啊 其實就怎麼樣對你 你很真心的孝順你的爸爸媽媽 你很真心的對你的公公婆婆 對不對 你很孝敬他 將來你老的時候 其實你的孩子會孝敬你 這就是現世的因果報應 那我現在剛剛要跳回來講 所以不要輕易的把你的爸爸媽媽 送到老人院去 假如實在不得已 你也應該每一個禮拜 或每兩個禮拜去老人院看看他 老人院是很孤單的 那老人院也要花很多很多的錢的 好 接下來再看回來 這裡講 所以國王 教化人民 所有的種種十一柱形的東西都享受 他的喜樂就會增長 當你家裡有電視 有你喜歡的家具 有你喜歡的書架 有你喜歡的電腦 然後你想聽音樂的時候就有CD 那你當然都很歡喜 為什麼 因為你心中充滿了喜悅的時候 能滅一切怨敌惡友 你就會滅除一切的惡念 而且呢 你就不會動不動跟人家結惡緣 而成為壞朋友 在佛經裡面寫 我們人講 饥寒其道心啊 人啊 要花很多錢 可是呢 當他沒有錢的時候怎麼辦 他就要動腦筋 一 要嘛就用偷的 第二 要嘛就用騙的 第三個 要嘛就用搶的 可是呢 偷騙搶 還好在新加坡還沒有很好 沒有很多 因為新加坡政府管得很好 可是在其他國家 比如說印度尼西亞或馬來西亞 偷騙搶就非常的多 在其他的國家 人心就是這樣 人為了生存下去 偷別人 騙別人 搶別人 他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滿足自己的慾望 他不法控制自己的惡念 所以做一個國王 第一個要教化眾生 要深信因果 一切呢 一起來為這個國家跟社會共同的努力 這樣子你才會喜樂增長 這是這一段 好 接下來再看下面 五二三種葉倫 請翻過來 二十六頁 何等名為三種葉倫呢 請做一個記號 這是很重要的 請看 古代釋迦牟尼佛教一個國王 要怎麼樣建立一個偉大的佛教王國 要有三個 第一個建何等名為三種葉倫 第一個建立帝王葉倫 第二個建立田宅葉倫 第三個建立財寶葉倫 注意聽 這三個不但是對於治理國家很重要 一個公司行號也很重要 一個家也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假如你沒有這三種葉倫的話 你是沒有能力學習佛法 譬如說你現在吃飯都晚上有問題 假如你今天還要在那個 China Town或Burgis Junction 還要賣麵的話 那你今天晚上就不會來丁經了 對不對 你連三餐吃飯都有困難的話 那你就不可能不吃啊 你也不可能供養三寶 所以佛先教帝王 要教一切的眾生 要教身性因果 第二個 所有的帝王要努力這三個 那這三個的功德轉變過來 就可以成為護持佛法 還有弘揚佛法的條件 最有名的就是印度阿裕王 阿裕王以前呢 他是殺人不砸魔眼的魔王 戰爭勝利以後呢 他流了很多眼淚 因為他殺了很多人 他看到了很多的妻子跟孩子 他的爸爸或是先生呢 都過世了 戰爭死掉了很多人 他情死懺悔 後來就變成護持國法的轉輪聖王 那阿裕王怎麼建立國王呢 國土呢 也是用這三個 請看 一者建立帝王葉倫 所以作為一個帝王 第一個要善教他們有軍隊 還有戰鬥 自我保護他的 所謂的自他保護的防身術 還有為什麼呢 因為古代佛陀在世的時候 他有八個國王 像晉犯王 還有其他的國王 八個國王其實在古代是屬於小的部落 就像小的 可是這八個國王都是 士迪亞摩尼佛的弟子 也是他的護法 國與國之間難免都會爭 也會鬥 為了搶土地 為了搶財產 為了搶種植的所謂的稻田 所以國與國之間 在爭鬥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軍隊來保護人民 請看下面經文 降他兵重 撫育人民 譬如說假如一個國家沒有軍隊 萬一突然敵人來了 那最可憐的是誰 第一個是小孩 第二個是婦女 第三個是老人 很不幸的說 我說一個我的故事給你聽 我小的時候 我的爸爸他是南京人 他是到了台灣 認識我的媽媽是客家人 才生下我 那我爸爸就曾經跟我說 中日戰爭的時候很殘忍 他是南京人 當時他是小孩 中日南京大屠殺 南京城被殺掉了三十萬人 他就親口跟我講一個故事 日本人追來了 他就趕快跑跑跑跑 跑跑跑跑跑 跑到哪裡 跑到一個教堂去 教堂裡要躲起來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日本軍已經來了 他看到教堂裡沒有辦法 他突然跑到一個水缸裡去 跳進去 水缸裡面他要深呼吸 日本軍走過來 他憋了很久很久 就一聲 哎呀 糟糕 被日本軍走過來 那時候講 上天啊 保佑我吧 保佑我吧 結果日本人走過來 走過去 走過來 走過去 就沒有了 然後呢 因為他們急著要走 找不到人啊 就離開了教堂 後來我爸爸才深呼吸 他說他才活下來的 他說啊 假如那時候 再補了一聲 兩聲的話 就指我 就沒有你啦 你知道嗎 戰爭是很殘忍的 當然喔 師父沒有批評日本人的意思 我只是描述的 這是事實 中日戰爭的時候 中國人呢 死掉了非常大多 唐山大地震也死掉了很多很多人 可是你沒有經過戰爭的人呢 你真的不知道戰爭真的很殘忍 戰爭來呢 燒殺 掳掠 什麼都做 所以日本軍閥裡面呢 最喜歡拿槍 戳小朋友 對啊 一個把娃娃丟上去 一插 就死了 對不起喔 師父是不會放這些照片給你看 因為我覺得這邊有一點噁心 但是我是講道理給你聽說 戰爭 第一個最可憐的是殺小孩 第二個女孩子呢 都被強暴 對不對 第三個 老人都被殺 年輕的人呢 一定奮戰嘛 所以現在有個問題出現了 Q&A 你可以寫在旁邊 假如你現在有外國的敵軍 要攻佔你的國家 你是要慈悲呢 不殺他們呢 還是要殺他們呢 來保護自己的國家 跟保護自己國家的佛法 我再講一遍 現在假如你的國家不幸有戰爭的 現在外敵人來來侵略你的國家 你是應該被他抓呢 被他殺呢 還是勇敢站起來 先保護自己的國家 保護著所有的小孩 婦女跟老人 甚至不怕死的呢 保護自己國家的佛法 讓他延續下去 舉一個例子 在緬甸 泰國或斯里蘭卡 你若讀佛教史的話 就有很多很多 國王跟國王之間就有很多的戰爭 很殘忍的 那請問你 現在我們說不要殺身 可是假如人家要來殺我們的家人 或者人家要來毀掉我國家的佛法 請問你要不要站起來抵抗呢 你要好好去想一想這個問題 所以帝王為什麼要建立軍隊 當然現在這個全世界有很多的問題 為什麼 很多人因為政客的關係 私心的關係 然後買很多不必要的武器 那是另外一個主題 我現在在講 你以善良的心 保護你國家的人民 讓他們生活的很好 所以我們講 上報是從恩的 第一個要報什麼 國家恩 所以各位 在誦經的時候 你必須要回向 要感謝新加坡全部的文物百官 對不對 你要感謝全世界很多很多的政客 政客裡面還是也有好的 你若沒有文物百官來保護你的話 那你是不可能學習佛法 假如說 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假如啦 我們現在戰爭了 現在獎金突然呢 戰爭來了 炸彈掉下來 那我們得逃啊 逃的話 那你可能繼續學佛法嗎 不可能 所以對不對 所以在寺廟裡面的寇宗祭裡面 他會上注文物百官 王公貴族 生安道隆 佛法興盛 因為沒有文物百官 治理國家 你是不可能學習佛法的 對不對 所以 國家恩 你要常常感謝 再看第二個 建立田宅業輪 這是指眾生恩 你看 我也善教習造 造房子 我古代呢 是農業社會 所以造農夫 或者稻田 令得安穩 飲食充足 各位 再來講新加坡 新加坡我知道 所有的一根菜 蘆筍都是從外國進口的 你們是24小時的 全世界海運 對不對 假如新加坡有無償的話 一個禮拜都沒有食物的話 全部大家都餓死 這是真的 因為你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外面來的 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 你們很有福報 每天坐在這邊 老闆 沙拉 please Oh you forgot to put something 所以 新加坡的人 請寫下來 不要太 complain 新加坡很愛 complain 注意聽 這是不好的 師父要鼓勵你們 這是提醒你 不好的 你前世修得很好 在天上跟人間 這時候你修到新加坡 你所有的東西都是很貴的 你記得嗎 五年前 我來新加坡吃一個 栽米粉吧 大概三塊半或四塊新幣吧 現在要七塊了 對不對 喝杯涼水又兩塊 九塊了 所有東西都越來越貴的 為什麼 這是各位的福報 也是各位的壓力 你所有的東西都是從旁邊的所有國家來 對不對 從泰國 從馬來西亞 從印度尼西亞 從中國 從其他國家進口來 新加坡很有福報 對不對 大家都很喜歡吃榴槤 你看 在我們台灣就沒有榴槤 我們台灣沒有榴槤這個水果 就算從馬來西亞 泰國去海運到台灣 其實也不太新鮮 價錢也很高 也不太好吃 可是新加坡人都很喜歡吃榴槤 對不對 所以每個都圓圓的 是不是 那這個你要感謝誰 眾生恩 我們人若沒有感恩 嘴會念 舉個例子 今天你老公啊 下了班 老婆呢 因為你今天是生日 所以煮了你最喜歡吃的素的酸辣湯 老公啊 老公來吃啊 喝了一口 這麼難吃 對不對 沒有加鹽吧 不要這樣 這樣你的福報會爆掉的 所以我們講修情深口意 從哪裡 先要從嘴巴 十輪經理講 第一個 爆掉你的功德啊 就是你的嘴 很會complain complain的多的人 就沒有福報 這是我跟你講真話 你可以friendly advice 比如說你現在去餐廳 你覺得他的服務不太好 你可以跟他想 你可以跟他想 對不起 waiter or waitress may I advise something 我可以建議一些事情嗎 當然你很真心給人家建議 很好 不要呢 好像很老大的一樣 一進來 Hello too noisy 太吵了 然後你覺得這個食物 我配這麼多錢 可是not delicious 不好吃 然後你待會就說 你看你這個餐盤沒有洗乾淨 對不對 還有螞蟻在那邊 對不對 還有蟑螂在那邊 你一直complain com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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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很 沒有錯 你出錢到餐廳來吃飯 可是你本來來餐廳吃飯應該很開心的 可是因為你complain 不但花了錢也損了你的福報 所以嘴巴沒有口德的人是很沒有福報的 這一點師父要提醒各位 不要一直亂亂念 知道嗎 你要有感恩 感謝第一個剛才講國家恩 第二個是要感謝眾生恩 你知道嗎 古人吃一碗飯的時候要想到農夫 有多少人這麼辛苦 就算你今天吃素也好 或沒有吃素 所有的食物都是經過很多人很多人 種了 洗了 切了 包裝了 到了新加坡海運 還有很多人做工才放在你桌上的 你要有感恩的心 那佛教徒裡面也要感恩的心就是 你在吃飯之前要供養佛 供養法 供養生 也就有感恩的心你在吃這頓飯的時候 你還生起供養的心 那這一頓飯就會產生功德 而不是一直去complain 然後損你的福報 這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第三類建立財寶業輪 這裡的財寶業輪就是指各行各業的技能 請看經文 擅交習工 學習各種工商 各種雜藝 讓他學各種種種的才華 那當然有福報的人也會喜歡有種種的真玩之才 比如說又講到春夏湯 春夏湯各位是華人最熟的 中國來有很多的古董 還有很多很多的花瓶 有很多的佛像 當然你要去買會很好心 可是師父建議各位佛教徒 不論在家出家 不要存古董 等你死掉以後 你就變成古董啦 你為什麼要買這麼多古董呢 一個過到兩三個就好 佛教徒的人有些人很有福報 真的他很有福報 非常的有福報 比如說買漢白玉的佛像 當然很好 你廣大的供養是很好 可是我看到有些佛友家 一開啊 哎呀 他們這樣stoolroom 通通都是佛教文物店的寶 你為什麼不把這些錢布施出去呢 再舉一下深呼吸 我深呼吸好了 佛教徒也很喜歡念珠 很好 對不對 你有一條或三條好好念的念珠 剛才念珠呢 是菩提子的 接下來呢 用什麼呢 玉的 接下來呢 用紅瑪瑙的 再來用琥珀的 最後用珍珠的 很好 可是我看很多老菩薩 對不對 右手十串 左手十串 沒有一條都在念的 兩串的就好嘛 剩下八串 全部拿去布施 真的 師父講真話 因為這個還是你的貪拙 所以這裡 真完才知 在比丘 比丘尼僧文界裡面 佛在法華經跟僧文界裡面就說 出家人不可以買古董 嚴格說 當然我這樣講 我只講佛法 我沒有暗示什麼 對不對 你對佛像供養很好 大殿 比如用最好的金銀珠寶 供養佛陀 這是非常好 有功德 私底下呢 不要去買一些 古董 茶杯 玩具 那些東西 通通布施掉吧 死的時候一樣都帶不走的 對不對 所以 佛則你對一些真完之巨啊 你會產生貪拙的 好 那這裡講說 做一個帝王 除了要有帝王輪業 還有要叫人民有各種的田宅 農業之外 還要懂種各種 這裡講的建立財寶業輪 意思是說什麼 要學習各種知識 能力與才華 尤其是現代時代都進步了 大家都要用電腦 也要用手機 對不對 很多老菩薩我也看 很會發簡訊啊 所以這裡的廣義二說是說 你要有不斷的學習 人活到老 要學到老 要終身學習 接下來你看 隨意受用 珍珠快樂 你才能夠走到哪裡 你都不斷的去學習 對不對 舉個例子 以前老菩薩都不太會照相 現在照相機很方便啊 1 2 3 smiling cheese 按下去了嘛 所以夜簡單的相機就越容易 同樣現在老菩薩 你說以前不會用手機 現在也會啦 對不對 現在很多老菩薩 我看半夜不睡覺上網啊 對不對 還查賭場啊 今天也沒有賭博的啊 所以 電腦很方便 也就是說為了利益眾生 第三段是只要不斷的學習 各種知識 能力 你這樣子才能夠幫助眾生 好 接下來再看下面 物三國土安樂 善男子 插地立種 灌頂大王 成就如是第二種亡輪 由此亡輪呢 他對於自己的國土 就會很得到安樂自在 同樣的 因為教化眾生 生性因果 所以有這三個條件 都具足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佛法 也會越來越興盛 因為你要想想看 如果政生沒有福報的話 他也不可能不施香花燈果族去供養 甚至更進一步 請看經文 能服一切的怨敵跟惡友 而且呢 每一個人都身性因果 擅守保護自己的生命 而且每一個人都做廣大的功德 所以所有的人民 乃至於帝王跟文武百官 壽命就會增長 好 關於怎麼樣寶石長壽 我後面會說 好 接下來再看 丁二 得無上志 成就佛輪 分二 物依 法眼久 長眼久住 請看經文 釋迦摩尼佛又對著善男子說 如是如來 剛才講國王 對不對 現在講佛陀 如是佛陀 在沒有成就無上佛果之前 得到無上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智慧之前 他在行菩薩道的時候 也是要觀察過去 現在跟未來一切諸佛的正法眼障 過去現在未來諸佛怎麼樣去教眾生 他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教眾生 比方說觀音菩薩 神神世世用觀音法門大悲心救度眾生 各位都聽過余藍觀音的故事 我就不用重複 那地藏王菩薩 神神世世用什麼方法救度眾生 對 在華人現在你看得到的世界裡 其實很多人哪時候會念地藏經 你爸爸媽媽或祖先或朋友過世的時候 你才会念地藏经 对不对 平常你要有自己念地藏经的话 要很有善根 一般都是因为家人过世的时候 你念地藏经 因为你希望你的家人好 不要轮回受苦 可是名阳两立 往生的人得到功德 活的人也得到功德 所以你就开始慢慢学佛了 举一个例子 我在香港 有位朋友 叫Irene 他的哥哥很不幸 前两三个礼拜 心脏病也突然爆发 就走了 白法人送黑法人 对不对 前一阵子上个礼拜 我在金明佛学社讲经 有一个干部 他最好十几年的朋友 爸爸突然不小心在浴室里 跌倒 撞到脑震荡 全部脑里面就学 我准备 那天晚上还没有睡觉 我帮他念普贤行愿品 第二天早上 本来说九点 因为医院 Emergency Department 我想去看他 去关心他 祝福他 早上我还没有出门 六点他就发简讯来 师父他断气了 其实每一分每一秒 我们都有很多众生过世 可是我们不察觉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他不是我的家人 第二个 我们的业呢 还没有静的时候呢 你还会活在人间 可是当你若业静的时候 你哭死了 你问师父或问佛菩萨 为什么 为什么 一百个为什么 一百个为什么 其实答案他的业已经进了 那你既然想要去改变这样子的生老病死的苦 你就必须学习佛法 请看下面经文 以善观察诸善业的法则 要知道一切都有因缘果报的这样的智慧 你就会建立一切呢 要帮助一切众生所教化的三界友情呢 就会叫他从刚才的三种业轮呢 去继续修持 前面讲三种业轮 注意听是讲世间的国王 各位看二十六页第二行 帝王业轮 田宅业轮 跟财宝业轮 这是世间的帝王要教的 现在他讲 那说佛陀呢 佛陀教众生要修哪三种业轮呢 请看下面 由此业轮能令 请看幻灯片 这三种业轮在二十六页的第十七行 待会会讲 三种业轮 他先讲 释迦牟尼佛告诉善男子说 这三种业轮有什么好处呢 请看幻灯片 我加上ABCD 请你自己加 假如你修下面的三种业轮的话 第一 会让三宝的种姓 一直正法眼障 在这个世间永远长叶不灭 举一个例子 看这里 我前面的灯 点灯 大家都知道 也输油灯 或是点蜡烛的 假如我们现在家里点输油灯 一直点初一 所以点到十五 快到十五的时候 你发觉没有油了 那怎么办 你就赶快去佛教文物店 对不对 福路寿 那边赶快去买输油灯 加上去 加上去以后 油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又可以再点两个星期 对不对 点完了以后 两个星期完了以后 然后又没有油灯了 你再买油灯 加上去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批语 注意听 互持正法就像这样 做功德 也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可是在末法时代 释迦牟尼佛曾经说 哪一种方法的功德是最大呢 就是当佛法要灭的时候 谁愿意发心 在家出家 继续加油灯 也就是说 在佛法要灭的时候 哪一个人愿意发愿护持佛法 弘扬佛法 或学习佛法 或广为流通正法 他那个功德是最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像油灯一样 本来快要灭了 灭的时候呢 你买新的油就加上去了 所以你让正法的 三宝的正法眼障的灯 长夜不灭 所以 我们做法会 说要点灯跟传灯 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 做下面三种夜轮 可以让 第一看 无上的正法 会广为流通 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于无量世界 比如说 华人的世界里面 很喜欢印经 流通法宝 乃至护持网站 这就可以让正法 流通整个虚空法界 尤其现在流通网站 最容易殊胜的是什么 是网站 那在座有一半的老菩萨 都不太会用网站 所以在东南亚的地方 流通DVD 还是最为殊胜的 第三 令诸友情 长寿种种升天 涅槃跟安隐的各种快乐 为什么 因为你心中有佛法 所以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会用佛法的方法 修行来转变自己 你就会让你继续 永远不放弃地走下去 接下来再看D 能让一切外道跟邪论 不能降服的 因为我 释迦摩尼佛的正法眼障 而让他能够如理如法地 护持 而且延续下去 甚至呢 推出给各种的外道邪论 在这里我多说几句 所以佛法在兴盛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佛弟子 都要发心 在家出家都应该护持 在家出家都应该 同心协力 那我觉得 可是我有观察到 有些道场跟道场之间 不太愿意合作 我觉得很可惜 师父从台湾来 台湾大乘佛法非常兴盛 从看大陆 香港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假如你有机会到 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 你就会发觉 他们众生都很苦 苦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个他们的行为 都违反五戒十善 第二个我觉得 佛教徒跟佛教徒之间 都不太合合 团结跟合作 所以佛教徒本身不合合的话 其实是不好的 我们都是释迦摩尼佛的佛弟子 假如我们不合合的话 其实外道是笑我们的 你看佛教 他们就是像一盘散沙 什么都不合作 这样是不好的 我们若不团结 也不合合的话 那人家就会欺负我们 瞧不起我们 甚至可以破坏我们 那除了不合合 是一个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 我觉得是因为利益冲突 有些寺庙跟寺庙之间 会抢信徒 有些寺庙跟寺庙之间 会抢功德主 其实我觉得这很可笑 老师跟你说 为什么 因为没什么好抢的 众生有无量无边 你有缘你就能够度它 你没有缘 你是没有办法度它的 所以佛能够度 无量的众生 但佛不能度 无缘的众生 举个例子 你想想想看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 这五个大菩萨 会不会抢信徒 不会的 他们都是无我的 每一个人都有功德力 像观世音菩萨 他看你的时候 他知道过去 现在 未来 你跟谁有缘 谁可以帮助你 假如文书菩萨 可以帮助你的话 他会告诉你 拜文书菩萨当老师吧 地藏菩萨看你呢 你是跟米勒菩萨有缘 他就会叫你 修米勒的法门 升到天上去见米勒菩萨吧 每一个菩萨 心量都是很大的 私心都是没有的 叫无我的 可是我觉得佛教徒 我们跟佛教徒之间 常常讲佛法 讲无我 可是妙与妙之间 常常为了利益 信徒而冲突 会相互的真 还有这样是不好的 所以在这里 也会公胎回答一个问题 很多留友 佛友都会私底下写email 或写纸条给我说 师父啊 我可不可以皈依你 以菩萨界来讲 我不可以说不可以 不过呢 以为了要让佛教和和来说 我会暂时说 I'm sorry 为什么 因为我来 是来讲佛法的 归一可以归一新加坡 任何一个法师 归一他只是举行一个仪式 事实上你归一 十方三式的一切的佛法身 你不用执着说 我一定要归一这个师父 为什么你要修自他的交换 假如我来 又举行大型的归一的话 很多人是很眼红的 我又不是来抢徒弟的 我又不是来抢信徒的 我自己修普贤十大院 叫礼敬诸佛 礼敬诸佛就要先修平等心 你相信我 我绝对有平等心 假如你跟我学习佛法 将来你在某一个 A的善知识所下 你会开悟的话 我就送你去他那边 你会在B的善知识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它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不要送到卢圣燕那边去就好了 也不要送到青海无上师 那些都是假的 所以我待会也讲 真正破坏佛法的是什么 复佛外道 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佛教徒要团结 可是假如你将来学习佛法到一个阶段 是到B的善知识 你会开悟的话 那很好啊 那假如你跟C的善知识有缘 也能够去学习佛法 很好啊 那你就会说 师父那你全部的学生都跑光光了 那更好啊 我闭关的时间就到了 对不对 所以心量要大一点 学习佛法要按照佛法去做 这才叫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当然在世间上 有人就一定有不圆满 难免的 可是我觉得心中 私心要放淡一点 要以佛教团体 和合的力量 佛教要团结 佛弟子要相互呢 礼尽诸佛 而且要随喜赞态 佛教徒跟佛教徒 若相互批评的话 佛法是会灭的 好 接下来再看 物三 别显夜轮 明相分三 请看经文 善男子何等为三种夜轮 请做一个记号 这下背起来 假如我要考你十轮经的话 我就会考 国王有哪三种夜轮 如来有哪三种夜轮 请看 第一建立修订夜轮 第二建立习诵夜轮 第三建立迎福夜轮 请看幻灯片 我做了一个补充 这里先深呼吸一下 不要不高兴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 以及与会的所有大众说 众生有分上中下根性 请看 先看第三个 喜欢做修福的 专门盖庙啊 捐钱出柱子啊 做法会的 这叫做第三个 很抱歉 你是下等根性的人 不要生气 这是真的 你必须开始啊 做功德 做布施 盖庙 然后呢 捐钱 你慢慢要修福修会 这是第三类的人 第二类的是什么 你自己真正有智慧 能够呢 自己读经 诵经 而且读经论的 这是中等根性的 所以 你能读很多的佛经 或理解很多的佛经 很好 但是也不要太高兴 请你 你的尾巴不要翘起来 因为读了很多 只是知识而已 请看第一类 建立修定业伦 真正能够修禅定 跟般若般若密的人 这才是上根性的人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为什么 我解释一下 第一 一下子要把它心定下来 是不太容易 虽然东南亚 来自于新加坡 很多都有教佛学 禅作班 其实禅作 可以有初中高级的禅作班 可是真正要修定的人 心要很细 你第一个要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你佛法不懂 对不对 你没有参除业障 你坐在那边 你是无法得定的 除非你有一个方法 念大悲神咒 六支大名众 或拜地藏王菩萨 你就会入定 你要参除业障 你参除业障以后 你才能够入定的 举个例子 虽然我们讲经前 我们这样静坐几分钟 可是有些人 坐了五分钟 十分钟 他就坐不住了 心很乱 一直动 一直动 蛮老的忘念很多 你有没有看到 小朋友里面过动额 对不对 你叫他坐在一分钟 他就跳来跳去 这是什么 这是福报不够 业力没有参除 同样 凡夫也是这样 因为你好动 那就告诉你什么 好吧 那就去厨房煮饭吧 去打扫吧 去托地吧 去做义工吧 就叫毕临明座吧 为什么呢 因为让你修福修慧 参除你的恶业 学完了以后呢 就到大殿里面呢 先跟人家学诵经 大方广佛华言经 入不思议泄脱 经界普贤行愿品 念一念 这个字不会 师父教你 或用佛勇 念了经以后呢 还要去听经 还要看注解 所以这是第二类 建立习送业轮 所以你要学习佛法之前 先要有福报 要灿除恶业 要修福修慧 就像盖房子一样 你要先打地基 所以 赢福业轮 虽然讲下根境的人 开始修 其实是每个人 都要修的 你会经过多生多结 做慈善事业 修福修慧 你才会慢慢地 升入佛法 举个例子给你听 在台湾很多人都拜大悲观世音菩萨 也念大悲神咒 也念南魔大悲观世音 可是你会发现在台湾 不是佛教徒拜而已 道教徒也拜 一贯道也拜 民间宗教也拜 对不对 就像新加坡 司马路观音庙 对不对 我们在台湾也有 龙山寺 台北寺 龙山寺 你就可以看到了 来哟 天灵灵 地灵灵 天灵灵 地灵灵 你回去给我念观世音菩萨 念普门柄 其实他是道教徒 他佛法完全不知道 所以换句话说 佛曾经在大圣经论说 众生因为没有福报 所以刚开始都要从 人天善法开始修 慢慢修 做善事 布施 然后做 做慈善事业 然后像以前人 布施米 布施衣服 布施清函奖学经 一看到庙里要建庙了 我出钱要刻一个名字 刻得很大很大在上面 其实那是福报 不是功德 当然你会做这些 师父也经历过这些经验 知道吗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 慢慢慢慢慢慢做 然后这样做了以后 你才会遇到好的善知识 开始教你学佛法 才教你学静坐 慢慢还深入经障 然后来生一投胎 转世的时候 你可能做出家座 也可能做在家居士 继续修 所以一定是多生多结 一直修修修 从布施持戒 忍入精进 布施持戒 忍入精进 静静退退的 然后你才会修禅定 跟般若般若密 所以很多老菩萨 不要气馁 你觉得你不会打坐 我可以告诉你 慢慢学 你今生不学 你来生 你还是不会打坐的 所以他都是要 多生多结去学习的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这三种夜轮都重要 但是以根性来说 做迎福夜轮的人 是下根性的人 因为福德因缘比较差一点 不是说不好 第二类 你要修福修会了以后 不论在家出家 你要有足够的时间 智慧体力 你才能够深入精障 习诵夜轮 那你也会发现 东南亚很多人 也很喜欢诵经 他诵经做什么 因为有红包 可是这样就不好 你不是为了红包 而去诵经的 你应该是起 慈悲心救度众生 而去诵经的 慢慢慢慢受 你送药师经 普门品 阿弥陀经 地藏经 送久了送送送送送 来一生 才成为出家 比丘跟比丘尼 继续学 继续拜师学艺 继续学禅定 所以才第一类 修禅定夜轮 为什么呢 因为修禅定夜轮 才会看到自己的心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下面让我讲一段 今天我要讲十二因缘 注意听 所以看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是禅定圣身的 地藏菩萨 地 以大地为根本 所以假如你碰到身心 有很多的病痛 有很多的障碍 你真的没办法学习佛法 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可以拜地藏菩萨 也可以拜观世音菩萨 这两个菩萨的悲心愿力 都广大无边 那当然有人问我说 师父我可以两个都一起拜 当然可以 两个都一起拜 力量也就更大 好 接下来再看 修定夜轮里面分三 请看幻灯片 从二十六页开始 一直到 二十九页 修定夜轮里面 他要修三类 第一类就是我们讲的 十二因缘更一 十二因缘分五段 更二要修初入习关 你的心很乱 那你每天都在忙 怎么办 先修属习关 把自己的心给定下来 所以属习关在这里可以看到 可以通南传 北传跟藏传 在南传清静道路里面说 若有一个人要修行 从凡夫而成为阿罗汉国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属习关 第二个叫不静关 不静关是对峙于你男女的欲望很强的人 你可以修不静关 属习关呢 对于你的心很散乱的人呢 每一个众生都可以修初入习关 这个明天跟后天会讲 第三个要尽力圆满 尽力圆满就是什么 你界定会的功德要三个都圆满 你才可能成佛 好 现在先看第一个 更衣十二因缘分五 请看心一 总说流转十项 先看经文 释迦摩尼佛有对善男子说 云合如来 修定业轮呢 定有十种 何等为时 旗下的 我先白话翻译 这个有一点点深 老菩萨听不懂 没关系 师父会慢慢讲 请你专心听 为正观察 观察我们凡夫的诸有情世的这个色身 而且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六种境界 观察我有我 我所 还有各种执着 我跟我直 这是轮回的因 第二个 请看幻灯片 我都有分段 还有标不同的颜色 既然我跟我直 就是因 我跟我直 但是以世间外来讲什么 你这个人很固执啊 台语说你很天气的 你这个人很坏地的啦 就是什么 你那个很强硬的个性 就是你的我直 这是因 知道吗 有些人呢 很喜欢看台湾的这个寡语 对不对 你会觉得哎哟 我命很坏 我这个命很苦 你为什么那么苦 因为你很固执 就是个性很刚硬啊 这个就是因 接下来因 接下来要有缘 缘是什么呢 就好像叶为作一个田 无名覆盖了它 接下来贪爱又自然 那又常常呢 无有自在 常常以各种的缘 而产生很多很多的缘 这些缘呢 就像花园里面的 有各种条件 比如说你现在要种花 你种玫瑰花 想要供佛 然后呢 你买玫瑰花的种子 在花盆里面种下去 那个玫瑰花种子就是因 接下来你就要泥土 你还要问专家 买哪一种养泥土比较好 要浇什么肥料 要多久要浇一次水 有些植物不能天天浇水的 天天浇水浇久了 它更会烂掉的 有些呢大概三天或五天 浇一次水 有些的植物可以放室内 有些要放在室外 有时候室内跟室外要轮流化 这些条件啊 你都要搞清楚 这叫做细数重源 接下来才会有结果 结果呢 假如以凡夫来讲呢 就是祸 叶 苦的三种 像轮转不断的这样子的 这个轮回 这个就是十二因缘 请看一下幻灯片 接下来是补充的资料 这是上次讲过 迷惑 造业 受苦 在这个经文里面 十轮品里面讲 这里的造业 它是指叫烦恼的 夜流 叫做defirement 我们凡夫会造业 就是你因为心中烦恼很多 比如说你今天会发脾气 那就是因为你心里不高兴 或不爽 你今天看很多东西呢 你都会很斤斤计较 比如去买一个东西 明明是三块新币的 你一定要杀到一块半才给人家买 你很会杀 对不对 你贪心太强了吧 所以你看你的烦恼像河流一样 所以它叫祸业苦 这个上次我讲过 上次说过 先苦转为大悲心 业里面教示你不要造恶业 接下来迷惑的当中呢 你要有智慧要听闻佛法 接下来看 三读六道轮回 获叶苦的烦恼 就是指十二因缘 看 中间是鸡 贪心 蛇是代表撑心 猪是代表鱼吃心 所以我们获叶苦就这样 这是六道轮回三读的根本 再看下面 这个就是十二因缘 最外面一圈 有看到吗 六道轮回里面 上面三善道 有三个佛菩萨 下面有三善道 有没有看到 最左下道有一个恶鬼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你们是看到人还是看到鬼 睡着了 有没有看到恶鬼 恶鬼外面有一圈 十二个图 最外一圈 这就叫做十二因缘 六道轮回图里的 最外一圈 有十二个图 那就叫十二因缘 给你看 这是六道轮回 为什么一个很凶的 好像骷髅头在上面 其实那个骷髅头 不是鬼 就是我执 我刚才讲 你的固执 就像那样子 固执 个性很强硬 你今天会轮回受苦 我执 就是像上面的 很凶的 然后带五个骷髅头的 那个代表我执 好 看 这里十二因缘图 看 上面 天道 人道 跟阿修罗 就是三善道 下面 恶鬼 畜生 跟地狱 就是三恶道 好 再看外面的一圈 这就是十二因缘 你看 先从上面最开始看 固执 渴望 接下来向右转 迷失 你就投胎 然后老病死 贪嗔痴 行为 意识 接下来就是十二因缘 会讲名 六事 还有感情 这六个 十二个轮子 好 就是十二因缘 也就是生命轮回的真相 好 接下来先看一下 我们住的这个世界 虚弥山与四大不周 我们就住在这个世界里 世界里的南瞻不周 南瞻不周里面的地球 地球里面亚洲的新加坡 这是今天的一点 可是我们住的你看 右边有太阳 左边有月亮 日月绕的地方叫虚弥山 虚弥山的一上去 就是四大天王 你看到正中间就是弥勒菩萨所住的地方 看到吗 好 有看到中间有三个散盖的吗 就是四大天王 再上去那就是弥勒菩萨住的 南瞻不周的玉界天的兜率内院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弥勒菩萨 可是呢 我们见不到他 因为我们的业的关系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住在新加坡 你抬头往天空一看 午后的一阵雨一下大雨 你看不到四大天王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的功德力还没有到那里 假如你修持戒禅定 你做广大的功德 就很多的众生 将来呢 你断气的时候 就可以升到天上去 那是你修的功德 再看 你看 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 所以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弥勒菩萨会来人间而成佛 所以每一个佛教徒 其实不管修任何法门 你都应该恭敬释迦摩尼佛 也要赞叹未来的弥勒菩萨 好 再看 弥勒菩萨在天上 他可以用弹乐器 然后度天上的众生 天上的众生是很有福报的 他是修来的 但是若是福报想尽的话 也会掉下来人间 或是叫到三恶道里面去 好 接下来看三善道 中间 对不对 是天道 左边就是人间 右边呢 你会看到很多云的地方 就是阿修罗 战神 他很有福报 但称心很重 那天神呢 最喜欢跟阿修罗抢 为什么呢 阿修罗的女孩非常的漂亮 可是天上的天人呢 很喜欢抢漂亮的女孩做太太 所以天人跟阿修罗常常打仗 谁打赢呢 天人赢 因为他们念 波罗 波罗 蜜多 心经 所以阿修罗呢 是非常好战的 接下来看人间的三恶道 我们三恶道里面看得到的是什么 是畜生 比如说看右边的畜生道 我们看得到狗跟猫 左边是恶鬼道 左边看到两个菩萨的中间 有一个观世音菩萨 在洒干露水 下面有恶鬼 所以看到鬼也要有缘 你没有缘是不会看到鬼的 接下来往看下面地狱 一般人如果是看到地狱的话 那就更不好 那表示你还没有断气 就看到地狱的话 那将来表示你的业境的时候 你就会投胎做地狱 在这边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讲跟地藏法门有关的 专心听 突然想到 我们石头山有一个盛开老法师 他前几年差一点蜂窝信主之言而过世 他年轻出家以后 中年出家了 他没有结婚 五十多岁以后到石头山 他刻勤刻骨地为常住做事 他看到七月 华人的七月 杀猪公啊 大拜拜 他就觉得很可怕 众生愚痴啊 杀生啊 造业 所以他就发愿 每一年七月的时候 不是为自己 为所有的众生送地藏经 一天念一卷 上中下 他在他的宝塔里面 就送地藏 敲木语这样送地藏经 一个月 他那一个月他都不出门 也没有离开寺庙 就在寺庙里呢 除了该做的星座 他每天都送地藏经 接下来他念一万声地藏圣号 地藏菩萨 然后呢 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我是小学老师 后来我也出家了 我就去见他 那我们两个呢 是忘年之交好朋友 所以他也常常会讲一些 他修行的经验 还有他的体会来鼓励我 我很感恩他 他现在还活着 在台湾石头山圆光寺 他就跟我讲 他连续送了很多年的地藏经 有一次他做梦了 他就梦到地藏王菩萨 他有一天念一弦地藏经 完了以后 他就睡觉了 睡觉以后就突然做梦 梦到他走啊 走啊 越往越走 往越下走 越来越暗 越来越深 就觉得阴森森的很恐怖 这时候呢 突然旁边出现了一个老和尚 坐在那边就在他笑 他跟我讲那是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走走走走走 走到这个 好像走到水沟里的感觉 突然啊 好多好多的吸血虫啊 吸在他的脚里面 哎呀 怎么这么多血啊 他一看都是血 结果那个老和尚说 没关系嘛 你就给他吸一点点血嘛 可是那个老和尚坐在那个石壁那边 就拿一个这样 手指 好像泥巴 一弹子 就弹一个 也就是说 每一个吸血虫来吸一下他的血呢 那个地藏王菩萨化身的那个出家人 就弹一指来 哎 他的皮肤就粘起来了 然后很多的时候 一吸一吸都是洞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越来越多洞的时候呢 他突然呢 就弹子了 越来越多了 就像泥土一样 都把他脚补好 他这时候呢 承开法师 他是有善根的人 他出家之前也梦过观世音菩萨 那他就突然想 哎呀 这是地狱啊 那为什么我现在会走到这里呢 因为我过去是欠这些众生的 所有那个吸血虫 他就突然都发现 自己是在地狱里面 暗暗的嘛 可是有一个老和尚 坐在石壁旁边会放光 跟他讲 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 你就给他吸一点血嘛 该还的就要还啦 他突然觉悟啊 这是地狱 所以他突然就大叫一声 哈喽 我是呢 南阵福提的 承开法师啊 我来地狱里面了 我欠你们了 通通来吧 该还的赶快玩吧 反正呢 身体是假的 我就还 这时候呢 就很多很多的重来 可是呢 吸上他血 血完吸完以后 他就做梦就醒了 醒了以后呢 他整身就很清凉 然后他的病呢 就慢慢慢慢慢慢好起来的 这是我讲的真实一个 现代地藏菩萨的感应故事 一直到现在 他今年86岁了 每一年呢 七月的时候 还在山上送 地藏菩萨本愿经 他念了快三十年了 各位 要有长远的心 从这个故事里面 跟各位分享几个故事 几点 第一 我们会梦见地狱恶鬼畜生 除非你要跟他有缘 你没有缘是不会的 第二个 很多人都会不了解佛法 在送地藏经的过程里面呢 都会有一些恐怖的梦境 那是真的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刚开始呢 你可能不送地藏经而已 一送呢 就开始梦见死人啊 棺材啊 或被人家追啊 在梦中下了一身冷汗啊 这是你的恶业灿除 继续念 不要怕 那是地藏菩萨加持你 你念地藏经也可以 念地藏圣号也可以 念地藏的咒语也可以 不要中断 继续念 念念念念了 二叶呢 你就会消除 接下来 二叶灿除一样 就像擦镜子一样 一直擦擦 擦完了以后呢 你就会做善梦 你可能会梦见出家人 梦见法会 或梦见佛像 你甚至呢 会梦到师父讲经说法 或者呢 你会梦中梦见 地藏菩萨的像 不管画像或雕像 或观音的 佛菩萨的圣像 或梦见西方三圣 很好 不要执着 继续念 这叫善业生起 那表示呢 佛菩萨给你信心 接下来 这样还不够 恶业灿除了 接下来善业 等到善业都完全没有 你没有梦的时候 智人无梦 就是呢 真正修行清净的时候 是没有梦的 因为梦是你的妄念生起的 所以等到你完全没有梦的时候 就恭喜你 你的恶业就会灿除 你的身体也就会慢慢好起来 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对不对 他梦见地藏菩萨在旁边 不要怕嘛 你就欠他了嘛 给他吸一点 你看吸血虫 在吸他的血 吸一下 地藏菩萨就拿一个泥土 这样就弹过来 就补起来 所以他的身上呢 是很多很多的虫来吸他 可是呢 身体呢 通通被地藏菩萨补满的 所以地藏菩萨会互念他 第二个 他觉悟到说 我往下走 走走走走 走是什么 表示我们的心啊 往下沉 那是过去的恶业 所以他突然就觉悟到说 哎呀 我现在到了地狱来 他就大声地喊 各位啊 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 我是南瞻部州啊 台湾啊 元光寺的这个 晨开比丘啊 我来找你们啊 我还你的业 我就该还啊 所以 你不要去怕 连身体都能布施 那佛菩萨也都会误念你的 所以从这里 可以知道 法的功德力很重要 所以各位 假如你在诵地藏经当中 不诵则已 也有些佛友跟我说 哎呀 师父我一诵就发烧 怎么办 举许诵 很多灵友不懂佛法 就说 哎呀 我是不是哪里 又有问题了 不 这是业力参除下 举个例子好了 你假如杀了一千万的众生 你要轮回一千万事啊 因为你诵地藏经啊 地藏菩萨的加持 跟法的功德力 你会浓缩成呢 只要一百事的苦 甚至在更经济年 你可能呢 一百事或变十事的苦 你只是生病 病得不太舒服 但是还会遇到 好的医生救你 那你的病就会灿除 我们过去在 学佛跟没有学佛之前 我们有意无意 都造很多恶业 我们也做了很多善业 我刚才说过嘛 各位因为会造过善业 所以你会生在新加坡 可是呢 你也会想想看 你现在这里又痛 那里又痛 这里不舒服 这里有障碍 表示你还是有很多的恶业 所以不要怕 你只要拜佛菩萨 佛菩萨是真的会护念你的 当然有没有感应 那还是歧视 其实感应 那只是有你的心显现的 可是那时圣凯法师对我出家 刚刚呢 五年多的 我七年多的来讲 他讲这个故事 给我很大的鼓励 为什么 因为佛菩萨是真实的 我上次part one的时候 我也说过 我没有出家之前 我也梦过地藏菩萨来度我过 所以 这样的东西 它不是科学可以测量出来的 但是它的的确存在 存在呢 你要对于法 要有信心 请看下面 恶鬼道 两个佛之间 中间有一个观音菩萨撒干露 那请问 恶鬼从哪里来啊 各位回答我 恶鬼从哪里来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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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